韩国建议中日韩三国首脑举行峰会 条件不具备恐怕难以落实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中日韩三国外交部 26号在首尔主行高层会议 商定将在方便的时候 尽早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如果峰会能够举办 中国国务院总理 日本首相和韩国总统都将会出席 这位发言人表示 应该争取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 尽早恢复正常 让三国民众切身感受到合作的成果 不过从其他渠道发布的消息来看 这可能仅仅是韩国单方面的想法 日本媒体报道说 韩国方面确实建议在12月中旬 举行中日韩三国首脑的峰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仅仅表示 三方同意就举行首脑峰会进行沟通 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表 在此之前曾经传出消息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可能对韩国进行访问 或许韩国方面想借这个机会 进一步的扩大外交成果 但韩国人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我们很清楚 在美国建立的所谓亚洲小北约 也就是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之中 韩国是最弱的一环 韩国与中国之间 虽然有一定的经济竞争关系 但并不是中美那样的全面竞争格局 韩国也不像日本那样对中国欠下了历史的血债 因此中国对韩国还是要努力争取的 特别是现在中美关系有缓和的倾向 这对中韩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但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 目前还远远不到可以进行高层互动的程度 就算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略有缓和 中日之间的隔阂依然是关山重重 最为突出的就是台湾问题和核污染水的排放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顽固的坚持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大幅度的提高军费开支 向美国购买房区外远程精确打击弹药 汇同美军大肆在琉球各岛建立前沿的作战阵地 还积极的插手南海事务 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南海合作机制 经常派遣作战力量 参加美飞联合军演 日本是全方位的跟随着美国 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足够 日本不顾中国的反复警告 坚持把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太平洋 是恶化中日关系的第二个突出的问题 只要排放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日本不向受污染的太平洋周边的国家和渔民 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 中日之间恐怕连正常的外交互动都面临极大的困难 当然了 中国绝无必要 进一步主动的激化与日本的矛盾 中日交恶将郑重美国下怀 美国正想寻找借口 进一步的恶化东北亚的安全局势 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 也是针对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 特别是乌克兰战场的形势 正在向不利于乌美北的方向演进 乌军在整个战场上处在败多甚少的情形 如果能在东北亚制造紧张气氛 牵制俄罗斯的部分兵力和精力 那美国政府是一定要去做的 因此从东北亚地区的总体形势分析 我们没有理由对中日韩关系的改善抱太大的期望 韩国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 可能会对中韩关系的发展抱有一定的期待 至于日本 虽然和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产业链的合作 但是日本从骨子里面是不希望中国强大 不希望中国占据亚洲中心和主导地位 因此当中美关系转向以对抗为主的基调之后 日本政府是顺势推出了一系列的访华举措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岸田文雄政府有任何希望缓和中日关系的诚意 在核污染水排放这个大势大飞问题上 日本违背了人类的良知 拒不认错 甚至在美国的庇护下 还理直气壮的要把官司打到世贸组织去 因此中日关系的改善 短期内是看不到希望的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